我問問一下,因為中央二十大今天開幕 然後民進黨台中在學校園區會加英雄 被打電奏犯床的嗎? 你們覺得這個民進黨的主張或這個康中保台 還有用嗎? 我覺得我講過了台灣哪一個人不保台 那重點是我們康中保台要保的是台灣人的台 還是某個執政黨的政治舞台 所以重點在於這些東西如果變成還是要繼續操作的話 我相信台灣人的智慧不會這麼低 蘇院長你好 委員你好 蘇院長,再過兩天就會影響到我們兩岸關係最重要的一個會議 大概今天早上我聽了幾個委員的質詢 都沒有談到這個議題 就是在北京將會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的全國代表大會 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那我想先請教一下蘇院長 說這個是因為他會決定 未來中共領導班子全力的布局了 大概習近平也會邁向第三任的連任 那他要改選中央政治局的委員跟常委的改選 那現在報紙的輿論氣象是指說 中共可能會持續加強反毒促動 而且加大軍事威脅及危台的策略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蘇院長 我們針對這個第二十大 我們的評估是怎麼樣 我們台灣應該要怎麼樣去因應 對於中國共產黨召開大會 我們密切關注也注意其影響 那現在的話 我們現在兩岸關係幾乎都停止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陸委會 你們在這段期間 你們現在這幾年 你們陸委會現在到底是在做哪些事情 謝謝委員的關心 那剛剛委員提到了 那這個對岸確實是在舉辦他們最重要的中共的二十大 那我們在總統跟院長的指示下 我們已經密切的關注 大概基本上是兩個面向 第一個 雖然習近平他是很穩定的應該會連任第三任 但是他到底這個整個中共的運作上 是由他政治局常委 那這七個常委到底會怎麼樣的變動 可能會影響到他一般來講 執行政策的這樣的一個力度或分工 第二個部分是說 他整體的政策有沒有什麼大的改變 那我們大概總結來看 這一次他大概第一個大概會確立 有兩個的確立 也就是確立習近平為領導核心 確立中國共產黨為領導核心 那第二個呢 他大概會把他 新習近平新時代的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呢 大概也會寫進他的這樣的裡面 另外一個大概就是委員剛剛提到 他對台的總體的這個方略 大概我們會在他整個二十大的報告裡面 大概可以看出他未來人事的佈局跟他政策的走向 那這個大概是第一個先跟委員報告 你現在分析的那麼清楚 那我們陸委會能夠做什麼樣的一個努力 改善兩岸的這樣 對我們大概會針對他 一般來判斷啦 我們大概初步的了解 他大概你會面向處理到台灣的部分呢 大概會放在比較後面 大概第十三或第十二個那個項目欄裡面去 那我們會從他的這個報告裡面的 這樣的一個最後的訂稿呢 我們來做這個後續 他們可能採取策略的對策 這個是大概跟委員做這樣的報告 那委員剛剛也提到了 他大概裡面會過去講白的 明天黨執政的時候 他大概是以反讀為主 那國民黨執政的時候是以觸統為止 但這一次呢 看起來他應該是觸統 但是因為他過去觸統的效果 坦白講 並對台灣人民來講並不接受 所以呢可能會促融 促進融合的融 所以觸融可能是未來他 也會加大力道的部分 我說現在陸委會能夠做什麼 我們陸委會第一個就是關注對岸 他整體政策的定調 那之後再看雙方在哪些方面 可以讓兩岸能夠和平穩定 互惠互同來發展 將來這個 美國跟日本的國家安全戰列 美國的國家安全戰列 他最近提出了四大方向 第一個是支持台灣的自衛 第二個是反對改變現狀 第三是維持台海和平穩定 那第四個是不支持台灣獨立 這是美國的國家安全戰列 好 那我們現在 我們的國防政策有何因應 那如何建軍備戰呢 因為我剛才講 未來的兩岸形勢是只會更加的更嚴峻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建軍備戰 來各位請國安部長 各位好 我剛問的 的確我們最近兩岸的狀況 是滿 軍事方面滿嚴峻的 那麼從八月初開始 我們整個八月份統計來講的話 以往沒有了 光一個八月份 他繞臺 在台灣周邊基建的活動 一千一百架次以上 到九月份也將近有六百架次 十月份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兩百多架次 但我們從這整體來看的話 他現在目前已經把這當一個常態 他自己也講 以後的戰備警循變成一個常態 所以我們要每天注意的話 但每天最起碼有十多架飛機 或者台海 有時候跨越中間一點點 有時候在東 或者在北 都會出來 那海上的話 到目前為止 每天保持大概四到六艘船艦 在我們周邊 部長 那我們要怎麼樣加強建軍備戰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這個建軍備戰 是一個持久的一個工作 到目前為止 以往的耕地 我們要加強這個情報收整 不管跟友邦也好 或者跟我們 主要有盟國家 跟我們有關聯的話 我們第一個 要獲得一個情報 先知快報的話 對我們來講的話 反應的時間 也會稍微加強一點 但事實上 我現在給委員報告 主動權在他 我們就拿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從來沒有主動要發起任何戰爭 我們也期望大家平和 但是軍事的範疇的話 那看他來決定 有任何動作 旅遊隨便他找 有外兵來訪 有我們的言論 有對他覺得他不利了 他就會把這個基建的數量給增加 或者平市給增加 所謂的 那你之前談到第一級 第一級的定義 我想請教一下蘇院長 你針對這個第一級的定義是什麼 這個我們很清楚 國防部長已經在在宣布 那也對外公開說明 我們絕不主動出擊 但是當敵換我 到了一定的程度 我們絕對也不是束手挨打 所以什麼是第一級 隨著各種情況 國防部長已經有分斷宣布 都很清楚 那個三次國防部長是說 事實上部長再補充一下 用無人機的清夜 我們台灣領空的算 如果在制止無效是算第一級嗎 是不是 我跟委員報告 原本的第一級 它概念很簡單 要不就飛彈 要不就炮彈 或有任何這個火炮 對我們公交這個叫第一級 國防這一方不可能發起 它那一方我們也這樣借利 但這樣隨著這個時代的改變 還有環境變遷 它以無人機 沒有事就過來繞一下 所以民航機有意無意的 從我們外島上空下掠過去 那我們這個就已經侵犯到 我們領土主權了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界定一掉吧 我們把這個也當作第一級 不管有沒有炮彈 只要逆越了我們的領海領空 那我們就把當作它的第一級 好了那上一次這個 中共的飛彈飛越台灣算不算第一級 那時候因為我們還沒有把這個做得很清楚 但上一天八月出的飛彈 它從打出來 我們馬上知道可以研判出它的角度跟它落點 所以那時候嚴格講起來 跨越我們領空當然算是第一級 但因為那時候因為它也是告知 我們要就擴大一個聯合軍演 所以我們也就盡量 就盡量來克制 我們完全鬧入監控 好 大家的確 usando 我覺得要完成 選擇 一定要詞 請問 請問